那這條題目呢,他就給了A的五次方,等於B的四次方 然後C的三次方,等於D的二次方 那但是如果每次都要處理這四個秘枝數呢 那就避免相對太複雜了 那既然是這樣的,我們看看可以怎樣做了 那我們會切呢 A的五次方,等於B的四次方,當然 那這塊東西呢,就會等於M的二十次方 那為什麼選二十呢? 我們就打算選一個五和四的最少公倍數 那然後呢,C和D同一樣處理 那C的三次方呢,等於D的二次方 那就等於N的六次方 那六都是三和二的最少公倍數 那如果我們這樣一切的話呢 那這一條題目,本身呢,我們要處理四個未知數的 那但是一下子呢,就簡單很多了 為什麼呢? 我們看到A的五次方,等於M的二十次方 那也就是A這塊東西呢,就等於M的四次方 B這塊東西呢,就等於M的五次方 那A,B,C,D呢,一下子就可以變成M或者N的表達式了 那C這塊東西呢,就等於M的二次方 而D這塊東西呢,就等於M的三次方 那,然後呢,跟著然後,接著來呢 我們就看看這條題目有什麼提示 那它就說到C-A這塊東西呢,就等於十九 那很簡單啦,按單執藥的 C-A,C-A這塊東西,也等於C是N的二次方 減A呢,也就是減M的四次方 那如果再寫得清楚一點點的話呢 那這條色就會變成N的二次方 減M的二次方,再二次方 那我們看到呢,就是A的平方,減B的平方 那這塊東西呢,就可以被打散啦 或者叫做被分解啦 那分解出來呢,就變成N加M平啦 還有N減M平方的 那我們知道,加的那一塊東西呢 就一定會大過減的那一塊東西 那,因為M的平方這塊東西一定是一個正數來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先寫在這裡 N加M的平方呢 這塊東西就會大過N減M的平方 那,然後呢 由於這塊東西等於十九 那我們做了這麼多東西 都是用了C減A而已 但是還沒有用這個十九 那這塊東西等於十九 那,有什麼作用呢 那,我告訴你 其實十九呢 是一個PiNumber 就是質數的意思 那,質數代表什麼呢 那,一個數 那,它是沒得拆的 那,一拆的話 要拆因子的話 那,十九 就等於一乘以十九了 那,沒有第二樣的 那,二三四五六六七都拆不到整數的 那,然後呢 這條色又告訴我們 這一個一定是大那邊的 那,所以呢 那,N加M的平方這塊東西呢 就一定是等於十九的 沒有得拆的 那,那旁邊這塊東西呢 就當然是一啦 那,這個十九,這個一 那,我們一下子呢 一解呢 那,N、M就是時候出來的了 那,我們會解到呢 N這塊東西 那,先寫M啦 N這塊東西呢 就等於 三 N這塊東西呢 就等於十了 咦 那,我們已經解了這塊東西了 那,然後 我們就著手搞定 D減B是什麼呢 那,D減B很明顯是招待 D減B這塊東西呢 D,這個東西是N的三次方 B,這個東西是M的五次方 那,照收拾一些數下去了 那,也就是等於 N,就是 十的三次方 減 三的五次方 這個東西,也就是 一千 減 二百四十三 那,最終最終得出來的結果呢 就是 七百五十七了